8號晚間家長焦急的在醫院診監等待 花蓮縣吉安國小 泰昌國小及自強國中 發生部分學生疑似食物中毒的情形 有學童甚至送醫時還在嘔吐 已經按便了 吐了四次了 你現在肚子很痛是嗎 你吃了什麼 今天吃了什麼 中午 中午吃了什麼 中午我吃了飯 然後學校的菜 我就開始肚子痛 高麗菜還有鹹菜 然後那個是什麼 乳肉 學生反應8號吃完午餐後 大約下午四點開始陸續出現嘔吐和腹痛症狀 花蓮縣政府衛生局也立即派員 前往醫院關心孩童病況 衛生局這個部分我們也採檢了人體 還有食物檢體 所以那個檢驗報告大概要是中假 花蓮縣衛生局要求校方啟動校園調查及處理機制 九號上午也派遣稽查人員前往太昌國小中央廚房 展開環境衛生條件檢查作業 就醫的人數有37人 沒有就醫的人數48人 那所以統計受影響的學生有55人 那請假的學生今天是40個人 目前狀況是這個樣子 我們學校都會按照相關程序來處理 那檢體的部分會送到叫衛生局去送檢驗 根據統計目前為止 共有高達169名學童前往醫院急診 花蓮縣衛生局表示送檢驗結果 預計一星期後出爐 縣政府也要求太昌國小中央廚房 9號起暫停公餐 而疑似發生食物中毒的三所學校 也已啟動支援公餐模式 雞茶小組也持續加強校園餐飲衛生雞茶 確保學生的飲食安全無餘 記得綜合報導 總統計劃